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星期三晚间跟反对派领导人 达成停火协议之后 乌克兰的冲突没有停止的迹象 本周累计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100个人 欧盟发表声明针对应该为暴力 跟过度使用武力负责的乌克兰官员 实施制裁 包括拒罚签证并且冻结资产 而经过欧盟外长的调停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为了解决争端 有议院提早举行 今年的总统大选跟国会选举